马国政府发函暂停约220亿美元,中国承造三重大公共建设,图为马国现任总理马哈比,中共一带一路以庞大资金进入马来西亚,承造多项重大公共建设, 但马国新总理马哈的上台后表态,将彻查其中是否有5币,据报道,马国政府在昨天正式暂停马来西亚,以暂停由中共支持,价值约220亿美元约660亿台币的三个大型公共建设,并调查资金动向。 金融时报报道,马国政府叫停的项目,包括东海岸别录,EASTCOASTRAILLINK,及两条造价格于10亿美元约300亿台币,油气管道,理由是成本过高。 据报道,这三项建设计划中,其中两个油气管道建设,4000扯到之前爆发主权基金一马发展公司,EMDPB案,马国政府怀疑, 负责该,二油气管道工程的马国苏里亚战略能源有限公司,SURAASTRTEGICENE,RGYRESOURCES,意思从中国进出口银行,ExportInport Bank of Kini获得的一部分资金,不当用于购买EMDP在槟城土地,以减轻其债务。 据报道,EMDP设币,目前有45亿美元,约1350亿台币,资金被指流向不明,正被马国政府调查中,马哈地政府也全面重新闪失于中,国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,尤其是中共一代一路纪,话下,庞大资金进入马国。 马国官员指出,目前只是怀疑,还没有清查到整个资金链,而在上个月,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观英,LIMG UANENG表示,前任那几部政府,在马来西亚本土和婆罗州岛的油气管道项目上,管道建设平均仅完成13%,但却已支付近90%底款项,前进中国石油管道群。